今年的雨水特别多 还记得小时候 我在广州长大 每次下大雨 爸爸都会踩着单车来接我放学 爸爸帮我着好雨衣 把我放在单车的后座 然后就很用力地踩 用个身帮我挡着雨 希望尽快回到家 我记得每次我们的身都湿了 一回到家 爸爸立刻就拿一条大毛巾 将我身上的雨水抹干 帮我换上乾淨的衣服 然后自己去换衣 当时我不懂事 以为这一切都是应份的 爸爸有责任照顾我的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声 多谢 直至到去年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叫做父亲的相 把我小时候所有的回忆都带回来 把照片拍着一个男人 拖着一个小孩儿 看来好像是两父子 当时下大雨 男人的左手拿着个公示包 右手拿着把遮 他把遮放得很低 用来遮住个小朋友 宁愿自己在那里淋雨 全身湿了 我知道这张照片放了上网没多久 就轰动全世界 有一个网友留言说 他看了这张照片之后 哭了整晚 另一个网友说 他是一个留学生 住在宿舍 现在坐在床上拼命哭 我看完这张照片之后 有很大的感触 他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不是因为上女头的爸爸有多伟大 而是提醒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伟大的父亲 我的爸爸已经不在 稍时间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起码欠爸爸一句 多谢 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 爸爸已经不在身边 如果他依然健在的 就好好珍惜 跟他相处的时间 我们同样要珍惜 跟天父的关系 因为他爱每一个乙女 《老家福音》的十一章十三节 记住主耶稣的教导感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那好东西吸乙女 何况天父 岂不敢将圣灵吸求他的人吗 无论在什么时候 天父都会张开他大能的手 保护我们 一直为我们遮风挡雨 无论我们活到多少岁 在天父的面前 我们永远都是给他细心呵护的宝贝 MING PAO CANADA